大家好,我是Mr.Emanso,今天会为大家讲解就是HKDSE 2012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8 Question 20 请留意以下信息,如果你是旧月的话,你应该理解了我做这期视频的理念,以及我怎样去帮你学习数学,应付公开试 如果你是新知的话,麻烦你现在post了视频,看清楚我这些信息 好,我们继续看这个题目,第20条,他问这个ABC是多大的 这条有些人问是否关于圆形性质事呢?我没有怎样透过圆形性质去想的 这条我反而就用这个叫等腰三个人的Isocess Triangle去想的 由于在这个圆形里面,我可以加多两条线,我就会做了一堆的等腰三个型 就是简单来说,做了三个等腰三个型 为什么等腰?因为现在加的边全部都是半径 OK,如果你像我这样在这个图上,试一下画两条线,你都很快要弄回这些角度 那你一看ABC加上100度,做完了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5秒题目,用5秒之内我们就杀了它 那怎样去做presentation呢?我都换回它 首先我们会把C角拆一分为二,一只叫做pheta,另一只叫做114度-pheta 因为我知道pheta是42度 OK,这样的话,另外那只角就会是72度 就是角OBC,可以吗?OBC也会等于OCB,就是等于三个型 OK,接着AOB又是28度,又是等于三个型 然后把它加上100度,整个角就算完了 好多谢各位收听这一条视频 实在太浅了,没什么好说,对不起,那么短 好,再见了,拜拜